大家好 欢迎来到三小只Talk体育 北京时间11月6日晚 WTT法兰克福冠军赛 迎来1%决赛的一场焦点战 国平世界排名第一王楚钦率先登场 迎战瑞典奥运亚军名将卡尔伯格 结果王楚钦状态不佳 0比3败北止步16强 由此而成为了中国队第一位被淘汰的运动员 令人感到遗憾 法兰克福冠军赛上 国平一共只派出了王楚钦和林诗栋两名选手 争战男单 首轮对决作为赛会前两号种子的大头和小石头 全部顺利过关 此意王楚钦状态不佳 发球和相持阶段一直在主动失误 这也让卡尔伯格以大比分3比0获胜 将世界第一淘汰出局 王楚钦是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男兵选手 但最近的状态并不理想 巴黎奥运会输瑞典的莫雷加德 WTT 中国大满贯赛书丹麦的林德 亚锦赛书伊朗的法拉吉 与韩国的吴俊成 随后休息了一段时间 疗养伤病 直到本次冠军赛才重返赛场 虽然王楚钦在首轮3比0 就淘汰了日本主力互上损服 但当时的战况比较激烈 有两局都拼到了关键分 而论实力的话 卡尔伯格更胜互上损服 曾击败过梁敬昆 张本志和等名将 此战王楚钦面临严峻考验 首局比赛开打之后 二人不怨而同选择了拼正手 卡尔伯格想尽办法去发挥自己 衔接比较快的特点 而王楚钦进入状态偏慢 导致自己的无谓事物偏多 让卡尔伯格抓住机会 在紧摇比分达到3平后 连得2分取得了5比3的领先 在大头中局将比分追到6比7之后 直接出现了一个发球下网 让卡尔伯格笑纳大理 再次拉大了分差 如愿以11比8获胜 取得了开门红 第二局比赛一上来 王楚钦依旧不在最佳的状态 发球出台给了卡尔伯格轻松上手 用正手暴冲的机会 凭借果断的出手和超高的单板质量 卡尔伯格直接建立起了5比1的梦幻开局 虽然王楚钦一直在调动自己的状态 在改用发低平的短球之后 让卡尔伯格的上手难度大大增加 一度将比分追到了4比7 但连续的失误 让大头没有能够上演逆风翻盘的好戏 眼睁睁看着卡尔伯格以11比5再下一城 不能再输的第三局 王楚钦一上来依旧处于梦游的状态 让卡尔伯格再次抢出了一个3比1的不错开局 在大头靠接发球抢攻再得1分后 卡尔伯格连得2分 将优势扩大到了5比2 感觉到形势不对的王楚钦 也及时叫了一个暂停 暂停结束之后 王楚钦的状态依旧没有提升 眼睁睁看着卡尔伯格 将领先优势扩大到了7比2 虽然大头也没有放弃 但已经打出气势的卡尔伯格 没有给他逆转的希望 以11比6锁定了胜局 在暴冷击败世界第一王楚钦之后 卡尔伯格率先闯入到了8强 下一轮 他的对手将会是东道主选手李卡多 和非洲一哥阿鲁纳之间的胜者 随着大头的早早出局 林诗栋也成为了国拼在南丹赛场的独秒 期待小石头能够打出好的表现 力争战上冠军领奖台 北京时间11月6日23点 WTT冠军赛法兰克服战女单1%决赛 陈信同迎战罗马尼亚一姐斯索科斯 斯索科斯 这位罗马尼亚的拼弹新星 曾经战胜过包括陈梦在内的多位国兵抢手 在欧洲赛场上多次斩获佳绩 他不单有着欧运会单打冠军的光环 还曾拿下欧锦赛单打亚军 可谓欧洲拼弹的一匹黑马 斯索科斯是那种爆发力非常强的选手 这一点往往被球迷所忽视 不要认为这个选手体格比较单薄 就打不出很有爆发力的球 实际上恰恰相反 他能跟体型偏胖的陈梦连续打相持不落下风 就充分证明了他的单板球质量超高 陈信同与斯索科斯两人之前交手互有胜负 本战比赛碰面也是输赢难料 斯索科斯是除日本女队之外 对国平威胁最大的选手 陈信同要想拿下对手 最为关键的环节就是前三板争夺 矛盾之争 陈信同主动变成矛 比赛会变得更容易 陈信同与斯索科斯的打法截然不同 前者以相持 模板术 靠对方失误来得分 后者则是以凶狠的前三板抢攻来得分 两个人争夺的关键点在于 斯索科斯是否能够在前三板上打穿陈信同的防线 陈信同能否顶住对方搏杀 进而进入到自己擅长的相持环节 这是两人比赛一个比较常规的套路 可是这个套路并不能帮助陈信同来获得比赛胜利 陈信同近期成绩不佳 主要是他主动上手意识不强 亚锦赛赋互于张本美和 蒙比利埃冠军赛输给埃及小将汉纳高达 就是因为他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 陈信同如果还是按照模板术拼防守的路子来打 他很可能被斯索科斯淘汰 毛与顿之争 陈信同相持防守的实力 比斯索科斯强 可是如果陈信同主动变成毛 率先上手进攻的话 斯索科斯的防守反而没有那么强 因此前三板上争取先上手 这是陈信同赢球的一个关键 狭路相逢勇者胜 陈信同需要打出霸气杀气 陈信同有没有前三板上手能力 答案是有 陈信同相持阶段有没有实力 德班士兵赛名古屋总决赛 陈信同两次把王万玉挡在八强之外 就已经说明了他的相持厚度 可是为什么陈信同外战成绩一直不突出呢 原因就在于打比赛不够霸气 慢慢腾腾磨磨蹭蹭 大比分0比2落后了 还没有主动上手意识 这是陈信同多年来原地踏步的一个重要原因 郭燕之前在国家队执教时 就曾分管过陈信同 郭燕在直播间就曾提到过 陈信同打球不着急 比赛都快输掉了 他还在那里一板一板不紧不慢地磨 暂停时郭燕都说你这是在打比赛 还是陪对手热身 陈信同已经27岁了 要想在退出国家队之前 拿几个冠军赛级别的单打冠军 不管是对阵斯索格斯 还是其他对手 他都需要在赛场上打出霸气 杀气 还有杀伐果断的勇气来 一板一板磨 球迷都要睡着了 这比赛能赢吗 王毅迪还有退路 陈信同没有成绩支撑 主力位置难保 法兰克服战也是新周期 国平女队竞争的重要一战 宽曼 钱天一 石勋瑶 得到了更多的参赛机会 陈信同如果在外战成绩上 还是没有太大的突破 他第五主力的位置就很难保住了 王毅迪目前还与孙颖莎搭配女双 同样是输外战 大敌最起码球路刚猛 十分硬气 陈信同摸板数赢球的打法 几乎没有什么优势了 另外 王毅迪凭借世界排名 依然还可以参加高级比赛 陈信同在之前女队四大主力参加冠军赛时 他都需要等待外卡 随着宽难世界排名的提高 陈信同都要被这位00后小将反超了 拿下斯索科斯这样的主要对手 对陈信同来说是很重要的 球场上是否霸气 这个跟性格有关 陈信同出道时也被称为小魔王 可惜这个小魔王的锋芒早被他自己磨平了 陈信同做起来 换喂 感谢观看